哈喽,我是乐乐 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最后一块鸡木 不能倒 不能倒 乐乐,你在堆鸡木啊 对啊,我想试试看 能不能用我所有的鸡木 堆一个超级坚固 超级大的城堡 乐乐 这里鸡木放得歪歪的 这样城堡很容易倒哦 这里是直的放 这里又变成横的 城墙歪歪的就不稳了哦 啊,好难哦 盖大城堡要注意的事情很多 很久以前 还有一个天才画家 也是建筑学家 做了一个跟城堡的门 一样大的蛋糕 那个蛋糕 哦,蛋糕 跟城门一样大 那一定很好吃 哈哈 重点是 那个蛋糕很稳固 都没有倒 这么厉害的人 就是达文西 达文西被称为是一个天才 他一直有着 停不下来的好奇心 而且随时都有 创造性的想象力 只要是他想研究的东西 他都会很认真的研究 更厉害的是 他各个领域都有研究哦 像是音乐 土木工程 数学几何 生理解剖 动物 植物 气象与地质等等等 统统都有 达文西特别会画画 他能画出真实的草图 并把东西做出来实验 哇,好厉害 达文西什么都会 那最大的蛋糕 是怎么来的呢 意大利的公爵 要结婚啦 他请达文西 为他设计一座最特别 最盛大的结婚礼堂 达文西设计之前 他先观察新郎和新娘 新郎长得不高 但是喜欢穿大鞋 戴大帽子 新娘长得很高 喜欢骑马 他们都非常喜欢蛋糕 于是达文西决定 要做一个大蛋糕 要非常非常大 大到可以在里面举办婚礼 但是 要做一个大蛋糕不容易 光是要把所有的鸡蛋 跟面粉搅平 就需要超级多人 所以达文西发明了搅拌机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么大的蛋糕 要怎么样才不会倒呢 盖大蛋糕 就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计算好重量与高度 软绵绵的蛋糕 一下就会倒塌哦 所以在达文西的料理笔记里 他说 厨师要懂建筑 也要会数学 才能算清楚 需要多少的材料 和蛋糕尺寸 而且蛋糕要很漂亮 又很安全 所以还要设计颜色 与长相呢 哦 最后大蛋糕有做出来吗 哈哈 虽然这是改编的故事 但达文西这么厉害 我觉得他有做出来哦 达文西除了有建筑 数学跟艺术的能力 他也有发明一些生活小物品哦 像是救生圈 滑雪橇 也都是达文西设计出来的呢 而且他的设计图非常仔细 现在的人看着他以前画的设计图 还是能够把东西做出来哦 原来如此 达文西真厉害 我也好想看他画的东西哦 达文西从小的时候就非常会画画 他是个观察家 他很会观察人的表情 动作 所以他画出来的人物 眼神与动作都非常的真实 据说达文西小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农民做了一个盾牌 拿去给达文西父亲 希望请他在上面作画 结果小达文西在盾牌上画了一只烹火的火龙 火龙就跟真的一样 会让人看得很害怕呢 达文西留下来的绘画作品不多 因为他很追求完美 所以画得比较慢 最被大家知道的就是 最后的晚餐与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两幅画了 不论是最后的晚餐的耶稣与十二个门徒或是蒙娜丽莎 达文西把每个人的表情动作画得很像真的 让我们看着画就好像看到真人一样 达文西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草图哦 你还记得上次提到莱特兄弟改良什么发明吗 我还记得是飞机 对 没错 达文西在比莱特兄弟早四百多年前 就开始观察和研究鸟类的飞行 并试着模仿鸟的翅膀来建造飞行器 让飞行员驾驶飞行器像鸟拍打翅膀一样 虽然达文西没有实际做出来飞上天空 但也因此看到达文西的创业想法不受限制 而且他用画的就能画出一个发明呢 达文西太厉害了 什么都会 我也要观察怎么叠积木 才能把城堡盖得又稳又大 机器人 你刚刚说哪里歪歪的 我要怎么让它不歪啊 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来试试 小朋友们 你们也一起来试试看吧 是这里 你要 乐乐有频道咯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 嘿嘿嘿 哇哈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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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